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被中国制裁的那个欧盟的官员们 他们现在是苦不堪言呢 我看到呢 他们有一些人被采访的时候呢 就分析说 说欧盟制裁中国只是意思意思 只是假装来制裁你们 中国为什么来真格的呢 然后呢 我还看到欧盟被制裁的那些官员们 他们就是苦不堪言 就希望中国赶紧把这个制裁给拿下来 对他们影响太大了 那我这个视频就想说这两个方面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方面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 欧盟只是假装一下 而中国是来真格的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欧盟制裁中国 他们一共是制裁了四个个人 再加一个实体 那这四个个人呢 就包括 新疆公安厅的厅长 新疆公安厅的前厅长 新疆党委副书记和新疆党委前副书记 然后呢 就是建设兵团的公安局 用他们的话说呢 他们觉得说 他们制裁这四个人啊 是仔细斟酌的 就是对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影响的 我们来看啊 他们制裁的就是新疆的了 因为他们针对的是新疆问题嘛 那你制裁新疆的公安厅的厅长 新疆公安厅的前厅长 新疆党委副书记 新疆前副书记 那这四个人 他们就是说呢 首先是限制他们去欧盟入境 第二是冻结他们的财产 对吧 那他们难道是事先就已经是调查好了 这四个人从来也没有去过欧盟 这四个人从来对去欧盟也没有任何的兴趣 然后这四个人在欧盟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 所以呢 他们才挑了这么四个人来制裁嘛 我认为他们所说的事先已经仔细斟酌 挑出来四个对中国无害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他们现在就是被中国打疼了 现在呢 以这种欺骗的方式跟中国求饶 当然了 中国新疆的官员也表示了 我们在欧盟没有任何的财产 我又不想去欧盟 他们要制裁随便他们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表示的 以前美国所宣布的那些对中国的官员制裁 中国的官员呢 也表示了 我们在你美国也没有什么财产 我也不想去你美国 你要制裁随便你 你看美国对中国已经制裁了这么多了 那欧盟这还是第一次 但是呢 实际上 他们没有哪一次说 有了实际上的打击的 并不是像那些恨国党们 一天到晚的叫嚣的说 中国的官员 好像是差不多有一个算一个 在美国全都是有财产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那这些个事实已经证明了 实际上呢 不是这样的 相反 中国对欧盟的这制裁呢 这一下子就切中了他的要害 一下子就把他们打疼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对他们制裁的这十个人 中国对他们制裁这十个人呢 其中就包括五个 是欧盟议会的议员 欧洲是这样的啊 他欧盟是27个国家 27个国家合起来形成了欧盟 这个欧盟这个层次上呢 也有议会的 就好像是美国的联邦议会似的 他有一个议会 这个议会呢 是有议员 各个国家都有分配席位的 那欧盟这个议会这个层面的议员呢 中国这一次给他们制裁了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都包括谁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德国籍的议员 他叫比蒂科菲尔 这是首当其冲的 为什么说给他排的第一个 这也是有原因的 他是欧盟反华级先锋 反华最积极的一个政客 那第二个呢 也是一个德国籍的 他叫盖勒 第三个是一个法国籍的 他叫格鲁克斯曼 第四个是匈牙利籍的 他叫库楚克 第五个是斯洛伐克籍的 叫莱克斯曼 这个欧盟议会的议员呢 就是这五个 然后剩下来的三个呢 是欧盟的三个国家的议会的议员 第一个呢 是荷兰议会的议员 叫舍尔斯玛 第二个是比利时的议员 叫科格拉蒂 第三个是立陶宛的议员 叫萨卡利爱内 好 这是八个了吧 那还有两个呢 就是伪学者 其中的第一个 就是这一次对新疆进行造谣的那个 德国的所谓学者 现在在美国效力的 叫郑国恩 第二个是瑞典的学者 叫叶碧阳 那我们从他们这国籍 我们现在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 来自于这些国家反华的声音 比如说匈牙利 荷兰 立陶宛 瑞典 经常会听到来自于这些国家的 这些反华的声音 就是因为 他们有这些反华的政客 是他们挑动的 你比如说首当其冲的 这个德国籍的比蒂科菲尔 这个比蒂科菲尔啊 他上学的时候 他学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为他学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尤其是他对毛泽东思想啊 是特别的有兴趣 特别的有研究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还对这个比蒂科菲尔 是非常友好的 经常是把他请到中国去 进行学术交流 可是后来就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就发现这个比蒂科菲尔 他是非常的反华 他大肆的宣扬中国威胁论 大肆的宣扬什么中国的人权呀 什么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他尤其是特别喜欢 拿台湾问题说事 我很怀疑 他收了台湾的钱 那第二个德国籍的叫盖勒 盖勒也是一个反华集结封 那这次中国对他们制裁以后 先是他们这些议员就叫嚣什么 叫嚣说 你们对我们来制裁 你们那个中欧投资协定 还想要不想要了 告诉你们 中欧投资协定 由议会通过 这是第一步 议会如果不通过的话 那中欧投资协定 根本就通过不了 他们实际上呢 本来在星期二的时候 他们的议会 要对这个中欧投资协定进行审议的 但是 因为在星期一 他们宣布了对中国的制裁 紧接着中国就宣布对他们的这个重磅制裁 他们就受不了了 他们认为说 中国对欧盟的这些个人以及实体的制裁 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特别的荒唐 同时宣布的 而且是你先宣布说制裁中国 怎么你制裁中国就行 中国制裁你就不行了呢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就是 他们制裁中国 中国不疼 中国制裁他们 他们疼 为什么说他们疼 是因为 西方的这些政客呀 他们进行的所有的活动 包括他们的竞选 包括他们的这些个行动 他们拿的那工资其实也不低 但是他们拿那工资 他们哪里舍得拿自己的工资来进行一些竞选啊 还有一些活动啊 他们可舍不得 他们要用他们昧着良心 他们所说的那些话 他给别人当狗 他不能白当 他们是要要钱的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冲着一个字 那就是钱呢 谁给他钱啊 就是他背后的金主啊 他们是需要有人给他钱 然后他们才会来干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干这些事情呢 来换来更多的钱 为什么他现在出来叫嚣说中国 你把这个制裁撤了 为什么强烈要求撤了 因为对他们的关系太重大了 因为中国已经宣布了 他们这些被制裁的个人 他们的家属 以及跟他们所关联的企业机构 一概都不可以跟中国有任何的交往 那这样以来 他背后的金主 如果说是和中国有联系的 如果还在中国的市场上赚钱的 那那些金主就会跟他们来切割呀 那那些金主跟他们切割之后 他们不就断了财路了吗 断了财路了 还怎么活呀 这不仅仅是说在工资之外没有外快的问题呀 就是你下一回竞选的时候 你拿什么来竞选 没有经费如何竞选 西方的这个竞选呀 是一个很烧钱的事啊 什么不得钱呀 你雇个人来撒传单 你雇个人来插个牌子 你哪怕你制作的那些牌子 对不对 那些标语 那都是钱呀 没有钱哪行啊 像他们欧盟议会这个级别 以及国家议会的这个级别 他们这一场竞选下来 估计都得上百万 起码上百万 这上百万是不可能从他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 都得来自于金主 没有了金主 下一届的这个议员就当不上了 所以现在他们就很急呀 现在他们就苦不堪言 他们先是用威胁的方式 说你要是不解除的话 我们就不给你通过 中国说 随便 不吃这一套 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本来就是一个双方的 就是一个互惠的 不是谁给谁的一个恩赐 再说了 在欧盟的议会里面 你们只不过就这五票而已 再说了 中国如果不制裁你们 你们这几个人照样也是投的反对票好吧 所以中国不可能撤销对他们的制裁的 那这一招不管用 然后现在呢 他们又打这个苦情牌 就这个比蒂克菲尔他说什么 他说中国你这么做 你就是打压我们的言论自由 你就是因为我们说了那些反对中国的那些话 你这么打压我 你打压我 你想让我闭嘴 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为什么说这么打压他 他就得闭嘴呀 因为他就在乎那个利益吗 对不对 如果他不在乎的话 他会闭嘴吗 你想想看 对他打他多疼啊 其他的也一样啊 什么盖勒也说了 说你中国你这样制裁的话 你就让中国你想跟欧盟来对话的话就更难了 这就是吓唬 然后还有法国那个议员他说什么 他说呀 这是我的一个荣誉 好吧 请你保持这个荣誉 主要就是这个比蒂克菲尔 现在呢就怂了 老实了 打苦情牌 说这是中国对他的一个恐吓 对他的一个压制 说中国这么做呢 就是杀机给活看 就是堵塞沿路 你又不是中国人 对吧 还说什么 你中国不让我去香港 不让我去澳门 不让我去中国大陆 我还可以去台湾呢 你这个议员当不上以后 我看你怎么去台湾 没有人给你钱 我看你怎么去台湾 下一次的议员 你当不上了 然后你也选不上了 我看你找什么工作 连蓬佩奥都找不到工作 你能找到什么工作 这件事情呢 就严重打脸 那些恨国党 恨国党们不是说 中国的制裁没用吗 不是说中国的制裁 就只是形式吗 不是说中国就是那没有牙的老虎吗 毛主席曾经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现在实践证明 他们就是纸老虎 你对他动真格的 他们就怕了 还说他们对中国的制裁 只是做做样子 只是假装的 为什么中国来真格的 中国可不跟你假装 中国要来就跟你来真格的 中国一直以来说实在的 对他们太忍耐了 忍耐太久了 就像欧盟这个领头的比蒂科菲尔 我看到有中国的专家说 他们就认识这个比蒂科菲尔 很多年以来都跟他有打交道的 这个比蒂科菲尔对中国相当的恶 相当的恶毒 我看到中国的专家说 其实这个比蒂科菲尔早就应该制裁他 中国的专家都知道他 只不过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还不是很了解 不像了解美国的卢比奥啊 克鲁兹啊 克顿啊 不像了解他们那么了解欧盟的一员 那中国对他们的这一次制裁 也让我们了解到了 欧盟也有一些反华极先锋 我们所听到的那些言论都来自于他们 还有中国对欧盟进行制裁的 这十个个人再加四个主体 那四个主体的第一个 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这个比蒂科菲尔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他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 还会见了黄之锋 大家还记得吗 黄之锋去德国的时候 德国有议员会见了他 就是这个比蒂科菲尔 他本来就是很反华的 就这五个人 中国不制裁他们 他们也不会投赞成票的 欧盟也有明白人 会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的 到底是美国重要还是中国重要 如何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 来取得一个平衡 这是欧洲需要动脑子来考虑的一个问题 脑子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